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人类才逐渐掌握了刀耕火种 建立起城池甚至国家 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明 苍岭石 百姓族 江山美 在我们不断繁衍的岁月长河里 人类都将我们作为重中之重 而当天灾肆虐 战火四起 我们的生存岌岌可畏 人类的命运也会前途未卜 可见 从古至今 粮食与人类的命运可被息息相关 粮食安则人民安 人民安则国家安 一万年前 从人类栽培我们的那一天起 我们就与人类相伴 踏上了同一征程 今天我们遇上了更好的时代 他们用智慧制定国安良心的策略 他们将粮安 民安 国安的初心 凝聚在麦苗 青黄 轮转之间 他们将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 代代相传 迎来粮食生产十九年连峰的喜悦 粮食安全 只关国家安全 永远不要 掉以轻心 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呢 耕地和种子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一定要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 要把当家品种紧紧攥在自己手里 一周一半 当次来之不易 一定要节约粮食 要树立大食物观 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提供下唯一公开 去看